你怀疑过自己的世界是真实存在吗 哲学家希拉里曾提出刚中之脑 这样一种思想实验 她提出一个假设 想象一个人的大脑被移植到 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透明罐子中 并且通过电脑模拟的方式 像大脑提供与现实世界完全一样的体验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是否能够分辨自己 是否真实存在于现实世界中 或者察觉到所有感知和经验都是虚构的呢 甚至连你点开这个视频 都可能是电脑操纵的 带着这样的一个终极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部根据刚中之脑改编的电影 或许看到最后 你会颠覆对这个世界固有的认知 在1937年洛杉矶的一处公寓中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 不久前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因为这个秘密实在太让人难以置信 他担心知晓真相的自己会遇到不明毒手 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熟悉的酒保 告知他很快就会有一个叫道格的男人来骂 届时请把信转交给他 没想到的是 这个酒保的品性实在有够差的 趁老头走后偷偷看了新的内容 等老头回家躺在床上后 眼睛中闪烁出一段段电信号 随着光线的传递 他在一个更加现代的地方醒来 事实证明 刚才那个地方是他创造的虚拟世界 里面所有的虚拟人物都被设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该程序将随着他们的思想运行而不断运行 并可以将实验者的意识传递到特定的虚拟人物中 体验和现实一样真实的元宇宙 而老头所在的真实世界则是1997年的纽约 然后他去往酒馆开始给道格打电话 想告诉他 自己在虚拟世界的酒吧里留下了一封信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但是半天没有人接电话 所以他不得不留言 可话刚说完 他仿佛遇到了熟人 没想到的是 这位老熟人刚见面 二话没说就把老头捅死了 直到第二天一早 我们的主角道格才睡眼惺忪地从床上醒过来 可他却在洗漱台上看到几滴血迹 甚至还有沾满血的衬衫 然而他自己对这一切都没有丝毫记忆 当他得知老头死亡的消息时 他才暂时放下这些问题 他是与老头共同创建元宇宙的伙伴 虽然工作时两人分上下级 但生活上两个人轻如父子 道格简直不敢相信老头会这样就躺在单架上 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 在警察老黑的要求下 与道格一同去往了老头生前所在的高级公寓 但当他想了解更多关于公司项目的信息时 道格以这些都属于公司秘密为由 拒绝向警方透露 就在这时 他们在老头的公寓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 道格第一眼看到他就愣住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孩似曾相识 但再也没见过 他说他是老头在国外生的女儿 名叫珍妮 得知父亲遇害的消息后 连夜打飞滴从法国回来 这让道格更加困惑了 因为据他所知 老头没有任何亲戚 但在俩人之后的交谈中 珍妮告知道格 此次回来不光是因为父亲遇害 而是他们已经多次商量 准备停掉公司所有业务 这一消息也让道格十分炸裂 怎么一夜睡醒 感觉一切都变天了 事后根据公司的律师回复 老头曾在死亡前更改过遗嘱 公司将由道格来继承 这一消息着实让珍妮有所意外 而探长看到这一重磅消息后 也不得不把嫌疑的重点 放在了道格身上 当道格忙完一天的工作 回到住所时 终于发现了老头给他的电话留言 他立即赶到公司 希望根据老头留下的线索 能找到幕后真凶 可是虚拟世界程序仍在测试中 根据计划将在几个月后 进行第一次测试 但道格发现老头 已经多次进入虚拟世界 在助理长矛的帮助下 他将意识传递到虚拟世界 但最多只能停留两个小时 否则他可能会大脑死亡 很快他的意识来到了 虚拟世界中的映射体上 自己现在是1937年的一个银行职员 他望着周围的一切 都是那么新鲜真实 就连感知也与现实无异 他换好一桩来到了老头的书店里 这里当然不是真正的老头 而是老头的映射体 道格希望通过自己的暗示 能够唤起老头什么记忆 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于是跟着先前的线索 一路找到了九宝这里 这时我们才看清 原来九宝的形象 是根据助手长矛创建的 道格立刻开门见山问他 是否收到老头给他的任何东西 但由于九宝偷偷看了信 出于某种原因 他立即否认了这一点 说他从未收到过这封信 而且话里话外 都暗示着道格 老头经常逛九宝是为了年轻的女孩 这着实让道格为之一惊 真是老当义壮呀 很快就要到退出虚拟世界的时候 道格的意识已经逐渐模糊 他别无选择只能紧急下 回到现实世界 而道格的映射体却完全无知 好似失去记忆一样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九宝好像察觉出什么一样 看着他若有所思 回到现实的道格非常兴奋 因为这证明了 他们的程序开发非常成功 但随后自己又收到 来自酒吧老板的敲诈 他自称那天晚上 看到老头跟着道格走了后就被杀了 随即就狮子大开口 朝他讨要封口费 可道格听到这样的污蔑哪能忍呀 直接就把他给开了瓢 酒吧老板也只好恶狠狠地溜走了 但很快他又收到了警察局的信息 因为摄像头在老头死亡的那天晚上 拍到了他的车 而且那个酒吧老板莫名其妙被人残忍杀害 这一切的矛头都指向道格身上 这也让他很困惑 因为他不记得在老头的出事时间 自己在做什么 但由于没有更实质性的证据 警察也无法将他定罪 于是当他出来后 直接一个人来到实验室 准备再次进入虚拟世界 寻找老头留下的信 这一次他再找到老头的映射体 虽然映射体的意识被占据后会暂停 但他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在大脑的潜意识中留下痕迹 于是道格把老头的映射体带到了他常去的俱乐部中 果不其然 这里的每个人都对老头毕恭毕敬 热情地称呼老头的性命 看来老头生前真是没少来快活啊 随后道格让老头使劲回忆 但当他看到酒保时 他想起自己似乎给了他一封信 直到那时 道格才意识到酒保说了谎 他来到前台却发现酒保已经开溜了 于是赶紧追了过去 没想到酒保愤怒地拿着枪指着道格 因为他曾看过那封信 在根据信的指示下 得知自己所处的世界都是虚拟的 世界观崩塌的他 质问道格为什么要随意操纵别人的生活 甚至一言不发就开枪射击 反正他们不过是一堆代码信号罢了 不过在这的痛觉感知都是真实存在的 俩人就一路缠斗到泳池之中 索性助手及时将道格拉回到现实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清醒之后 道格也决定关闭公司 结束掉所有的虚拟程序 因为虚拟世界太真实了 这些NPC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随意摆弄他们的生活 这事警长在外面早已恭候多时 说经过调查 老头根本没有女儿 而且也查不到珍妮这个人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于是道格找上珍妮经常坐的出租车 给了点意思 问出珍妮的家庭住址 根据一番调查走访 终于在一家超市前台 看到了消失已久的珍妮 但俩人的形象可谓天壤之别 仿佛换了个人一样 而且看着眼前的道格 也不曾想起他是谁 但倒也有一层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样的相遇场景 让道格不禁感到一丝寒意 根据那个酒宝的反应 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脑海里 于是开着车去了一个根本不想去的地方 一路上无视路障和标志 不知道开了多久才停了下来 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目瞪口呆 这里就是老头信中所说的世界尽头 他存在的世界居然也是虚拟世界 自己也只不过是更高维度的人 创造出来的NPC 那么我还算是存在吗 与此同时 珍妮的眼睛闪闪发光 是别人的意识夹在了过来 再得知道格已经知道了真相 他也不打算隐瞒 原来还有成千上万的虚拟世界 但道格所在的世界 是唯一一个创造出 另一个虚拟世界的虚拟世界 这是珍妮一伙人未曾想到的 所以原本的计划是 珍妮过来继承公司关闭掉程序 但没想到老头提前修改了一种 致使珍妮无法获得公司的管理权 而真正杀死老头的凶手 其实是珍妮的丈夫 她将意识投射到道格身上 做下了这一桩桩血案 所以道格才会失去了 对犯罪时间的所有记忆 而珍妮丈夫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好玩 她享受当神的过程 把操控他人的生活 当作自己的乐趣 珍妮也看着丈夫在这个过程中 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 俩人渐行渐远 而她也逐渐爱上善良的道格 这让发现后的丈夫也心生嫉妒 与此同时 助理也想在虚拟世界体验一下 那酒保就是她的映射体 没想到的是她进去后不久 就被警察拦下车 一不小心就被一辆大货车撞死了 转眼间她又回到了现实 但回来的不是助手的意识 居然是虚拟世界中酒保的意识 而保安看着监视器中行为异常的助手 就打电话叫醒了缠绵后的道格 等她过去后 带着她仔细端向这个对酒保而言 更高维度的事件 但过程中丈夫的意识再次传送到道格身上 不仅一枪解决了助手 还来到公寓里 准备杀掉躺在床上的珍妮 显然极度心已经让她迷失了自己 拿着枪一路追到楼下 正当丈夫准备解决掉珍妮事 一发子弹打穿了玻璃 正好射中丈夫的胸膛 原来是警长提前收到珍妮的电话 这才及时赶到救下她 连同这个世界的真相 珍妮也一并告知给她 做完这件事 警长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现实世界的人不要再来打扰他们 珍妮答应了请求 随着道格眼中一段电光闪过 他从几百平的大house中苏醒过来 那里正是2024年的现实世界 此时道格已经取代了丈夫的身体 刚回来的珍妮一眼就看出这人是道格 带着她欣赏现实世界的美景 而沙滩上的老头正是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系统的发明人 电影也就这样似乎大团圆地结束了 就像开头提到的《钢中之脑》一样 这个电影探讨了关于真实与虚拟的界限 人类如何才能理解和定义现实的本质 难道珍妮所处的世界就真的是真实世界吗 而根据《钢中之脑》这一概念 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 诸如《黑客帝国遗魂都市》 《感官游戏处门的世界》等经典电影 但这一哲学思想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讨论 可始终都不能完全推翻这一疑问 不过就如影片开头的序章提示一样 《九思雇》 这一迪卡尔的名言 告知观众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判断世界的真实性 但至少我们能思考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存在 不管世界虚假与否 我们每天都还是得上班上学 就像里面得知真相的警长一样 知道世界残酷真相后 还能负重前行 这才是电影想展示出的答案